第507集 树干之上,翠绿色的光滑乍现,朦朦胧胧一闪而过,仿佛打开了一道门户一般,一个绿色的人影从中漫步而出,出现在张凡他们的面前。 绿发如乱草丛生,轻衣似碧玉装成,必然晃绿树倒影,淡淡呈现出青绿色的皮肤,就好像是冬去春来,新生的绿芽。 这个中年男子的容貌,通体翠绿光滑,就这么一直面带笑容,站在树荫之下,给人感觉就好像那株大树一下子失去了精气神。 带致的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普通,却给人删一般巍峨之感的男子。 这是哪棵树? 无论是张凡还是最死盗人他们两个人,眼中皆是闪过了一抹惊异之色,显然是不曾想到,那个黑蚂蚁解儿的背后竟然就是这棵大树本身。 草木生灵无法通过掠食来提高,只能参风露饮,积取大地精华,固然稳固却是缓慢。 在天地灵气充盈之时尚好,草木独有的吸附灵力的优势还可以让它跟其他妖类一争长短,固然,画形的时间和难度都是远远的超过妖兽,更不用说和人类相比了,但终究是尚有出路的。 可是到了现今这般灵气的状况之下,草木想要成妖,难度之大,几乎不可想象。 无论是张凡走遍地上地下,海外各处,还是最死盗人行遍九州,兴兰仙子,扎根大山森林之中,这还都是第一次见得植物成妖的画形大妖。 妖头啊,都说不要叫我爹爹了,我不是你爹爹。 这个绿色人形浮衣现身,一片漆黑闪过,姐儿以迅雷补给央耳的速度,一下子窜到她的身边,缠着她的手臂,好像在撒娇一般。 谁说的? 姐儿不一。 我在你身体里面出生,怎么不是你的女儿? 小时候没有东西吃,是你喂我树枝,姐儿才没有饿死。 哼,我还想叫你娘亲呢。 此言一出,哪怕是气氛有点异常,张凡等人又是问罪而来,还是不由得亡尔,第一次觉得姐儿这个不同寻常的大妖还真是有几分可爱。 那个翠绿中年人的脸上,也不由得献出一抹苦笑,摇着头,转而把目光投向张凡等人,微笑着说道。 贫道松柏,见过诸位道友,松柏一丝不苟地行自我介绍之礼,紧接着又说道。 姐儿年幼无知,得罪了诸位,松柏再次代他谢罪了。 诸位道友不若一步到此阴凉之处捎带,好让松柏碰一盏香茶,聊为谢罪啊。 他的声音听在耳中,颇有那种屹立不倒数万年以,做看风气云涌才有的极致淡然,让人无法怀疑其真心。 听到他的邀请,醉死道人和行蓝仙子下意识地看了张凡一眼,待他决断。 不知不觉间,张凡在他们三人之中已是占到了主导地位,这有宗门威士,也有他们对其实力的认可。 张凡微微一笑,若有所指地看了一眼浓郁的树荫说道,多谢松柏真人的盛情,不过这树荫太过厚重,我等怕是无福消瘦啊。 悠悠然地说着,随手一挥,日冕光轮从他的脑后浮现了出来,恍若旭日东升,波云渐日,万丈光芒,变洒大地。 嗯?这万丈日冕光辉一出,醉死道人他们顿时神色一变,望向松柏和姐儿的目光就有点不对劲了。 松柏,你这是何意啊? 醉死道人脸色一沉,立刻出声。 单看他那满面的阴沉,就知其心中怒极,恨不得立刻出手的样子。 也难怪他如此,在如此近距离之下,张返恼后的日冕光辉不让真正的太阳的夺目光彩,可即便是如此,那大树之下的树荫依然不曾散去。 大日光辉,破尽阴霾,照彻一切角落,却是奈何不得这一片树荫,若说这其中没有鬼,怕是谁也不能相信。 日冕之光照入那阴沉的树荫,就仿佛一头扎进了棉花中一般,但见树荫扭曲变化,或进或退,如有实质,唯独不曾少去半分的黑暗。 见得如此,他们哪里还能不明白,这树荫怕是松柏的一个神通手段,若是入得其中,结果如何,还真不好说。 在这个时候,醉死道人声色俱立,兴兰仙子神色凝重,张凡,淡然微笑,恍若不绝。 虽然神态各异,但是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却是一般。 诸位道友,莫要误会,这树荫不过是松柏天生的手段,不值得什么,让各位真人见笑了,见笑了。 松柏仿佛这才响起似的,连忙笑着说道,哈,松柏道友,你客气了。 张凡微微一笑,随手挥过日眠,重新凝华日轮之后,那种普照大地的万丈光辉收敛了起来。 在由放转收的一瞬间,光滑大作,好像亿万只箭矢,刺得树荫剧烈地摇摆着,仿佛就要崩溃了一半。 松柏真人的脸上,第一次稍稍僵硬了一些,随即就悬然散去,却是不曾瞒过张凡等人的眼睛。 上方树冠滑盖,窥然不动,下方树荫摇曳,若有狂风吹拂,这一静一动之间,颇现出几分诡异的形状。 张凡虽然神色不变,甚至在收起日眠光辉的时候,还小小地刺激了一下对方,给了一个下马威,表明他们不入其内,不过是谨慎罢了,却不是怕了他们。 但是在心中,他对这个松柏还真是颇为忌惮的,由圣姐儿所带给他们的威胁感。 草木成道,果然不同凡响啊,竟是连树荫也可作为神通来施展,俨然是原鹰神通玉的模样,不知道其还有什么手段。 张凡心中嘀咕着,同时不忘向苦道人请教一二。 苦道人所生存的年代,正是上古大破灭方兴慰爱天地灵气尚且充盈之时, 他想必是与这些草木精灵打过交道的。 放着这么一位行家离手,各种方家不请教,不好意思生榨其价值,这就不是张凡了。 哎,林木成荫,俨然身体的一部分,不是神通,更似神通。 无尽的枝叶,恰如人的虚发手指,一颗炼化成宝,伤敌护身。 更可怕的,却是他们的花果呀。 苦道人说到这里,张凡表面上神色不动,暗自惊疑的心念传音道, 嗯,花果可作何用? 花果就相当于草木精灵的繁衍根本,恰如人类修仙者诞生后代一般,那不是没有代价的,虽然对元气的损耗远远不如人类或是妖兽,但是也不是等闲,以致伤敌未免得不偿失了吧。 何用? 苦道人痴笑了一下,姿势讽刺又如新鲜。 化身,作为化身之用。 什么? 张凡不觉间瞪大了眼睛,这个答案着实是让他有些意外的。 化身不比妖兽的化形之深,但也是一种机体之法。 微能虽然不如,也不能增长修为,却无限制,可致千万也是一种了不得的神通之法。 草木精灵虽然天生至纯灵气,且精善于吸纳灵气,炼化为己用,可是天道至宫,他们也没有办法回避的缺点呢。 草木欲要成灵,别说寻常植物了,哪怕是那些灵根之属,也非是异士, 往往需要无数年的积累,方才能够开启灵智,得以修炼,最终成道啊。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本体会一直强大起来,若非如此,显于草木的本性也无法提高,可是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们是无法化形的。 苦道人的声音听在耳中,张凡怎么都觉得,其中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 除去太古之石,天时地利等等因素导致之外,老头子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草木之灵能够真正化形的, 眼前的这个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手段就是以花果作为自己的化身,或以之行走,或仗之以杀敌存身, 嗯,不外如是啊。 苦道人的这一番话,倒是让张凡对这个松柏的底细有了些许的了解, 至少要是万一真的动起手来,也不至于一头雾水,这也就足够了。 除缺这些茫然之外,真的要真刀真相动起手来, 即便是松柏和姐儿联手,他也未必就惧怕了他们。 草木天生俱火,况乎太阳惊艳,仅此一点对上他, 这松柏被克制之苦,就不下那些诗器教人面对破邪惊艳。 至于这个姐儿,此时张凡也多少看出了一些底细来。 姐儿,此人当时应该是生活在松柏体内的一只蚁后, 松柏以果实为化身,这个以后也不逞多让, 他竟然是以自己的子民作为自己的化形之躯。 这些蚂蚁无知无实,为以后命是从, 仅仅以气息和意念调动即可, 在其余的地方可以说是不死之身, 可是在这大树附近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只要张凡灭杀了这株难得一见的化形级别的老树, 寄身其中的姐儿也一样难逃, 玉石俱焚而已。 诸位倒有,丫头不过是为松柏着口水喝而已, 饿了诸位,松柏也十分过意不去啊。 松柏真人眼看着张凡等人, 是怎么也不会踏入他的树荫范围了, 也不想强, 欠然说道, 着口水喝? 听到这个说法, 张凡等人皆是哑然失笑, 这老小子真是有几分意思, 自然泉当水喝, 真算是有创意啊。 千山云梦霞贫瘠无比, 松柏无误一招待贵客, 仅以区区小果, 供诸位倒有解渴。 又是解渴, 草木成腰就是草木成腰, 真是三句不离本行啊。 张凡摇了头, 正带开口说话, 却是忽然神色一宁, 望向了华盖树冠处。 原来随着松柏的声音, 本来苍玉浓密的枝叶, 漠然间一阵阵摇摆了起来, 仿佛二月春风的吹拂, 天空简残一般, 每一根枝条皆如活过来, 摇曳生姿。 不过片刻, 其中的几条树枝忽然显得暗淡了下来, 就好像其中的盎然生机翠绿之意皆被抽走了一般。 在建成枯萎之态的时候, 一个个婴儿拳头大小的花孤嘟儿宁于枝烧。 恍若其似时酝酿于旦夕之间, 虚余之间繁华绽放, 所有五朵硕大的烟红小花迎风招展于枝头。 开花, 结果, 最终五个海碗大的鲜红果实散发着浓郁的果香, 随着一阵清风拂过, 刮熟地落了下来。 这是! 先前受到苦盗人的提醒, 在适时地见得着古树开花结果, 张帆如何不心生警惕, 面上虽然不动, 却是暗自提防。 小小果实, 撩表寸心, 不成敬意。 松柏的声音落下, 悬浮在空中的五个鲜红果实分成了两拨, 一入他和杰尔之手, 一至张帆等人面前。 请! 松柏向着众人示意了一下, 伸手在果实上扶过, 顿时厚厚的鲜红的皮肉豁然分开, 露出了其中心处, 鲜嫩雪白的果肉, 刹时间, 清烈而眷勇的香气弥散了开来, 熏人欲醉。 若非张帆等人定力出众, 怕是生艳一口唾沫下去, 也不足为奇。 好东西! 张帆略微抽动了一下鼻翼, 旋即动容, 脱口赞道。 这鲜红果实堪称其貌不扬, 但是内里的果肉精华, 却绝非凡品可以比拟, 不过吸入一二散已开来的香气, 就觉得周身灵力涌动, 体内猿鹰更是仿佛一下子就鲜活灵动了起来, 在这千山云梦霞中一直被限制住的神石, 也依稀有活跃的气象。 这般的果实显然功效非凡, 仅仅生石怕是都不下寻常的原鹰丹药, 可要是真是内斑, 就真是暴殿天物, 搭配以辅料灵药, 开炉炼汁, 当不下一位极其醇厚的灵丹了。 松白此人, 其本体虽然看不出根脚, 但是仅从此果实上看, 应该也不是普通的草木才是, 或许便是什么灵根所生, 也未可知, 否则应该不会有此灵果才是。 好,张某等就深受松白胸了。 张凡略一沉吟, 也不和他们客气, 伸手一招将鲜红的果实纳入了袖中。 听得他如此说法, 松白的脸上也现出了一抹轻松之色, 一下子结出五个果实, 对他来说也不是很轻松的事情, 可是若不如此, 别人都找上门来了, 怕是今天就不能善了啊。 现在张凡这般表态, 就有接过此事的意思了, 仅此这些果子也不算是白结了。 一旁的姐儿, 好像压根就没有感觉到气氛的变化一般, 早就迫不及待地大口啃着果子, 那厚厚的鲜红果皮 被其扔得满地都是, 雪白的果肉却所剩无几了。 不过, 恰在松白神色一宁, 醉死道人等人好奇地望过来的时候, 张凡这才撒人自若地说道, 我等还有一事请教, 若是松白兄能不令告知,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张某等就算是叨扰道兄了。 哦, 道友请说, 松白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松白真人长出了一口气, 连片刻的尤仪也没有, 只是目光炯炯地望向张凡, 等待着他的下吻。 不仅仅是他, 听到张凡此言, 醉死道人等, 也是被其不过两个字, 吊起了心, 也重新又放了回肚里。 此时的情况, 正可以用马杆打狼两头怕来形容。 松白解而易方, 明显是想稀释宁人, 不想再起争断, 否则那些灵果就不是馈赠, 而是自己化身开战了。 张凡一方也好不到哪里去, 松白一直看不清底细, 结而也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关键是, 他们此时游自在十万大山之中, 此后一路上还不知道有多少纷争, 能够多留一分力就多留一分,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也不想开达。 来到此处当面问罪, 正是形势所迫, 他们还在千山云梦霞中, 要是不将事情解决, 一路上要面对这两个地头蛇的偷袭, 也不是那么好过的, 与其如此, 不如摆明了车马。 现在这个解决方法再好不过了, 只是张凡想问的是什么, 便是罪死道人他们两个人也不知道, 不由地也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他。 很简单, 张某想问一个人的下落。 松柏兄盘踞着千山云梦霞多年, 想必十万大山中的情况, 没有人比松柏兄你更清楚了, 当不会不知道才是。 张凡的这几句话虽然语太悠然, 却是将其的后路也尽数堵死了, 若是他真敢说不知道, 张凡就真的敢开打, 哪怕是付出一些代价, 也要将他们两个人灭杀于此。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 罪死道人和星蓝仙子已经有点明白张凡所想了, 千山云梦映照十万大山八方, 所有的一切在这云梦当中, 已是另一种形式上上演着各自的精彩了。 松柏能够以草木之身修炼到如今的这般地步, 少说也有几万年的寿数了, 若是他都有不知道的事情, 怕是这十万大山之中还真的无人能够知晓了。 是谁呀? 松柏果然毫无难色, 爽快地问道。 好, 松柏兄果然痛快。 张凡赞了一声, 紧接着一字一顿, 念出了一个人的名号。 诗器道人。 什么? 此言一出, 众皆色变, 松柏和解儿是恶然, 罪死道人和星蓝仙子则是慌乱和不敢置信。